你試試Rolling 你叫Set 然後Action 我們唱一會來Action 好來吧 Hello 請主持面前的愛 我們有個Roll機之前唱Candy Ball的習慣 是 醒一醒吧 好嗎 AM730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兆軒 我是蘇浩宜 我們是Ad Buddies 又不是只是Couple 多些人不是開心一點嗎 吃飯還是多點幾人 其實我自己以前是未試過和女生拍感情戲 其實這次是第一次 反而是很順 可能是女生和女生之間的默契 還有和阿譚是很甜蜜的 那時編劇慶功宴跟我們說 我看了你們真的很甜蜜 當然是怨風無編 阿德這個角色 因為我相信大部份演員都是 非常君子 在任何這些有關到親熱的氣氛的時候 但其實也挺有趣的就是 這個角色你怎樣可以喜歡一個人的同事 你又去避免別人 然後兩個人發生的感情又很坦誠很純粹 那樣東西對我來說就很有趣 如果拿捏阿德在兩個女人中夾著 但是不討厭 即不是哇 我想這個 你好 請住是面前的我 你兩個操作之前唱Candy Ball的習慣 對 醒一醒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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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他們會唱呢 是我們可能踢了很多踢 我們覺得自己滑了牙 就很想Refresh一下 說點醒一下 是呀 你試試Rolling 你叫Set 然後Action 我們唱一陣子Action 好來吧 校路請住是面前的我來 Action 準備了 剩下了 現場321收音 Action 這樣才是 我真的很喜歡你 不是啦 我們拍情感戲 情感就有一點 通常是節奏 通常是節奏 插球打勻 會沉一點 就會用Candy Ball來起 我自己就 比較誤會 雖然我不抗拒 因為我 有尷尬癌 重度 三期 然後你和我出道來 你又要不停說話題 然後我又要配合 我會覺得很累 就是我寧願 正正常常 有個緣分 我們不知道在哪裏認識的 我會覺得這些是浪漫一點 我有試過有一次 即是那時還很小 即是很 幾多歲 中學 初中與高中 初中與高中之間 十四五 然後有一個女生 她跟我談了一晚心事 還有另一個男生在場 說她自己分手 然後就覺得很近 我喜歡這個女生 因為第一天我喜歡你 這麼快 小時候 不懂 青春期男生 對 人家剛剛失戀 很青春 回想起來也有一點 人生的 錯戀 極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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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脫一點 自我一點 其實我是缺少了一些自我 經過這部劇 我又發現 用這個方式 這個性格去生存是幾好 我自己也有變了少少 這幾個月 真的性格 比較隨心 比較大膽 勇於嘗試 我自己是比較悶 又 又不笑 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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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 環境也不會沉直 其實是一件好事 阿德最大的兩個特點 就是坦誠和咸心 坦誠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坦誠不是說話不說話 而是坦誠面對自己的感受 我想這是每一個人的課題 尤其是一些你越愛的事 無論工作好 親人好 你那股坦誠就越難得到 你也不會讓自己去出現 那一件事 你怕對方傷心 但如何可以 用一種很徹底的坦誠 去令大家處理那個問題 就算有一刻不開心 之後會更加開心 或者坦誠其實帶來就是 溫暖和傷害 這個是必然的 所以人大了就慢慢 其實不用對每一個人都這麼坦誠 你都要有自己 有大家的社交距離 大家的空間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對親密的人坦誠 對 你能夠找到一個坦誠的人 就很舒服 每一次每一次 我想為演戲這件事奉獻更加多 因為在我近年曾經有一個項目 我想以後放棄演戲 很不喜歡 很討厭 但在那裏 或者對自己能力上的否定 我自己在那裏去失望 去放棄 但再招勻後 我會更喜歡 而且 你說失落歲都想個人成長 例如2024年開始學症 不是隨便說 是 如何我都可以去做到 例如我剛才說的 無論幫忙也好 或者我想令我場面更加舒服也好 可能 Billy巴拉不是唯一的方法 搞GAT 其實我現在盡量都少了 真的 雖然有時候都忍不住 我自己都希望在演戲的路上不斷進步 因為其實我作品又不是很多 我真的這兩三年才開始拍攝 有時候我經常覺得 我這些內向這麼安靜的人 好像不太適合做這一行 我都差不多三十 我都會經常想這些 但每一次拍完東西 我又會有所得著 例如Asha其實很不像我 但我覺得是 我做到她 我自己又會很開心 也覺得是打破了一些東西 還有綜藝 希望綜藝都可以多些 因為可能我的起點太低了 其實我對上一套綜藝 Bryan也是每一次 每一天拍完之後 都給我很多意見 教我很多東西 綜藝更辛苦呢 你這麼不主動說話 綜藝其實又不同 綜藝你奪一奪一奪 又奪一奪一奪的角色 不一定要釋放所有東西出來 不如你呆了給我的反應 也是一個反應 你接不到也是一個反應 這樣是不同的 但我希望所有東西都綜藝進步 就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